中南海恩仇录 京夫子住 第二十节 先下手为强 1965年11月10日 上海文汇报以头版头条位置 发表了姚文元的大作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关》 事出突然 使北京的刘少奇 彭真们吃了一闷棍 感到文章大有来头 且是来得不善 据一手带毛操办此事的江青后来说 姚文元的文章打响了文化大革命的第一炮 敲响了刘少奇一伙人的桑中 同年12月10日 也是在上海 毛泽东授意林彪 又补了罗瑞卿大将 执行又补任务的是林彪手下的空军司令员吴法县 12月15日 林彪在中共中央军委紧急会议 扩大 最后一天的会上 代表党中央主席兼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宣布 撤销罗瑞卿党内外一切职务 交由中央军委项目组审查 紧接着 毛泽东下令撤销中央办公厅主任杨洁坤职务 离开北京 调外地工作 至此 毛泽东清除了他行将调动野战部队 包围北京的一大障碍 朝着他革命政变的目标步步进逼 他真正是一只老谋深算的老狐狸 他决定 在完成调派大军包围 控制北京之前 他绝不回到北京去了 他人外地 有中央警卫团 加上当地军队保护 刘少奇们在北京就搞不了兵变 因为捉拿不到他毛泽东本人 兵变就失去意义 就算刘少奇一党横下一条心搞政变 非法宣布停止毛泽东的一切职务 他毛泽东也可以在外地召集各路动亡大军 前去进脚 南京军区的老朋友许室友司令员 早拍过胸膛了 中央出了修正主意 他带兵从南京打向北京 就算打一场内战又有什么了不起 刘少奇们至多只能撑三两个月 那时 老朋友周恩来就又会发挥他的谈判天才 居间和谈 和谈 可以 刘少奇先举白旗投降 毛泽东在发配彭德怀去大西南 又捕罗瑞青等谋略杀伐上 事事顺遂 可是他受益上海文汇报发表的 平心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 却在刘少奇 邓小平 彭真的党务系统面前碰了臂 江青说那是一道铜墙铁壁 康生说简直要用原子弹才轰得开 毛泽东说再后的墙也要透风的 署名姚文元的文章在上海文汇报的发表日期为11月10日 毛泽东等了整整两个星期 全国各地如一潭死水 毫无反应 不要说予以转载 连题部没有人提到 毛泽东十分恼怒 问康生是怎么回事 中国成为谁的天下了 康生报告说 是中央书记处对此文保持沉默 中宣部则公然表示反感和不可理解 新华社也就不敢擅自做主 全国各省市的报纸自然是看北京的眼色形势 与中央书记处保持一致了 毛泽东气的眼睛发绿 脸快铁青 发誓要摧毁北京独立王国 盗毁中宣部阎王殿 只因尚未完成军事部署 不得不强忍下一口恶气 毛泽东下令 报刊不转载姚文元的文章 新华书店出小册子 立即全国发行 为了打破沉寂 也是给北京方面一个警告 11月21日 毛泽东在杭州会议上公开讲话了 姚文元的文章好处是点了名 但没有打中要害 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 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 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 彭德怀也是海瑞 11月22日 毛泽东又亲自把上面的话对彭真讲了 并质问彭真为什么要包庇吴 彭真却当面顶撞说 我们已经调查过了 没有发现吴涵同志和彭德怀同志 有什么组织上的联系 11月23日 在彭真的请求下 彭向毛做了一次个别汇报 彭态度谦恭诚恳地回顾了海瑞罢官一句的始末 等于当面接了毛的老底 是毛当年提倡向海瑞学习 是始作俑者 11月24日 上海新华书店奉命向全国各省市自治区 征定姚文元文章所印制的小册子 北京市新华书店遵市委之命 拒报征定数 上海方面以长途电话催定 以不予理会 在拖了一个多月之后 北京市新华书店迫于上海方面的强大压力 勉强接受了区区4000册 但堆放在仓库里准备做废纸处理 表面上是北京市与上海市的公开对抗 实际上是刘少奇的北京党中央对抗毛泽东的上海党中央 中共的南北两大司令部壁垒分明 出现了中共高层从未有过的分裂对质 且南北两大司令部各有优势 毛泽东 林彪在中央政治局 政治局常委会内属于绝对少数 但握有兵权和党内警卫情报系统 刘少奇 邓小平加上周恩来 朱德 陈云 彭真是政治局及其常委会内的绝对多数 足以阻止毛 林任何无理提议的通过 且真理在他们一边 过去号召全党干部学习海瑞精神的是毛泽东 表扬海瑞罢官是出好戏 马连良演得好 无剧本也写得好的是毛泽东 今天指海瑞罢官是替彭德怀翻案的 也是毛泽东 太过恶劣 太过出尔反尔 翻脸不认账了 刘 邓 彭司令部的致命伤是人其心不齐 还各自防范 刘少奇作为反毛派领袖也缺乏气魄和胆识 缺乏同周共济 生死与共的政治道德凝聚力 12月29日 周恩来为了缓和行将爆炸的紧张局面 说服应汉子彭真做出有限度的妥协 由北京市委机关报北京日报和光明日报全文转载姚文元的文章 30日 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在学术研究版转载了姚文元的文章 并冠以一个经周恩来亲自修改审定的编者案 用语十分温和 提出学术问题 既应允许批评 也应允许反批评 实事求是 以理掩人 周恩来却是费了一番良苦用心 力图将双方的争论限制在历史学术范围之内 不把事情闹到天大 他实际上是在帮刘 邓 彭的忙 毛泽东明察秋毫 自然看出了周恩来的祸心 更感到自己的孤立 有刘 邓 彭三个公然做反还不够 又跳出来一个智多星周恩来 两面派 搞学术讨论 毛泽东对此恨之入骨 他再一次痛骂北京市是独立王国 侦查不进 水泼不进 要打倒阎王 解放小鬼 他所指的北京已经不仅是北京市委 更主要的失职把持党中央书记处 政治局的刘少奇 邓小平 彭真了 毛泽东由此岳家印证了自己的看法 刘 邓 彭已经自成体系 另立司令部于中南海了 他面对的简直是一堵铜墙铁壁 还是江青说的对 1966年1月 北京的刘少奇为了争取主动 从正面来引导 也是掌握有关海瑞罢关的这场学术讨论 征得政治局多数常委的同意 并报备了毛泽东主席 在中央书记处名义下 成立一个中央文化革命五人领导小组 组长彭真 成员录定义 康生 余力群 姚勤 毛泽东所以同意成立这个五人小组 一是为了赢得时间 完成军事部署 二是为了让刘少奇 彭真们去充分表演 去玩他们的贼喊捉贼的把戏 让他们暴露得更彻底 德罗 德罗 就是